美金的走势由低位反弹 而不少非密货币亦在高位调整 后市我们怎样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论外汇 今天是9月2日 星期一 我是Colly 过去两个星期美金的走势 曾经经历了大幅波动 最低试过美汇指数是四穿18.5的相底支持位 但跌不穿之后 近几天的交易日 都上升到101.5的水平 低位也有反弹 而促使美金反弹的几个趋势 首先看数据上 美国上星期公布了GDP 按贵年率向上收定到增长3% 高个市场预期 而且美国公布的7月个人消费支出 PC物价指数 按年升费达到2.5% 这个数据一向是联储局 比较重视的通胀指标 整体数据上都反映 当地的通胀未有一个反弹势头 而且因为GDP向上收定 都能够减低市场 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目前市场都相信 今个月联储局 减息四分之一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相信减息半利的机会 现在都慢慢降温 这一点都是主要支持美金 由低位反弹的因素 当然另一边商 看美汇指数累積了一定的跌幅 以后技术上都比较超迈 所以技术层面上有一个 比较大的修正需求 今个星期五 美国公布最新的 就要报告特别飞龙 就要新增职位 最终数据都支持 美国来进行 以一个更加慢 更加小部份去减息 相信也有望支持 美金继续在低位静股 美金偏远情况下 不少在外币都去近年来的高 特别是英镑 英镑的美金曾经去到1.326 差不多是2022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也要留意风险因素 最近英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又不少 都优于市场预期 但也要留意英国GDP的增长 仍然比较微弱 无论是按贵升幅 仍然是1%的留下 而且未来英国政府可能会在秋季财政预算外 推出加税和税开支的方案 整体都是不利于英镑前景 相信随着联储局 仍然有一个减息周期 如果市场仍然认为英伦铃银行的减息幅度 比联储局小 相信也能够支持英镑表现 但未来再大幅上行的空间 可能就会取决于英国来的经济前景表现 另一方面 看看欧来 最近欧元区经济数据做得挺好 但相信很大程度都受到巴黎奥运和季节性因素带动 来近德国地区的选举 周明一开始 其实政治风险日价 都有机会转一步限制欧罗的表现 相信来近英镑走势会继续领先欧罗 而另一只升得比较多的货币 大家可能留意到 就是人民币 上星期人民银行宣布 由公开市场买入4000亿元的人币特别国债 加上有消息说内地会考虑进一步下调全量房贷利率 允许全量房贷尋求一个转按揭 这一点是由全球危机以来第一次做的 相信来近日可以再降低居民的债务负担和提振消费 而这些消息出来后 看到离岸人民币应声大升了 而对美元曾经到14个月以来的高位 而日本方面 我看到日子最近随着美元的反弹 近年两三加日也有少少调整 而日本的数据方面 7月份的单核心年通胀率是2.7% 6月份是2.6% 而最新公布的东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都是由7月份的2.2% 升到8月份的2.6% 而核心CPI也是按年由先前1.5%的升幅 上升到1.6% 整体通胀数据也是支持日本央行 未来可以继续加息 这是一个理据 加上日本央行政府行长 其实在上个月尾分别有公开发言 警告到来竟然有加息可能性 从而相信都能提振日子的后市前景 虽然随着美元 只有多一点反弹 看见日子也有少许看下调整 但相信这些调整是比较短线的 未来面对七大货币 是相计大家慢慢去保有减息周期 或者慢慢深快的减息 相信都能够足以突显日子的利率上的优势 而相关货币方面 澳洲7月份CPI年通胀率虽然回落到3.5% 但因为新年5水平仍然高于澳洲央行定义的2%至3%的通胀率水平 所以市场仍然相信澳洲央行今年很难减息 最快减息时间可能要到明年的第一季 加上我们刚才看到亚太区货币普遍走强 相信也有利推升澳洲指和柳子这些货币的会计 因为始终澳洲和纽西兰的出口主要是面向亚洲 亚洲的货币强一些 不相信都可以增强整体 亚洲对澳楼出口的商品的吸纳 也有利于当地经济前景 虽然在白月份减息后 市场觉得10月份 纽西兰央行有机会再减少设息 这一点当然对于纽西兰来说是比较利淡的因素 值得留意的是 最新消息就是北京宣布会对欧盟的预製品 作一个反傾销的调查 最终大家留意如果内地一旦停止 进口欧盟方面的预製品 最大受惠者可能会是纽西兰 因为纽西兰始终是预製品的出口大国 这一点都可以部分解释到 在减息预期之下 我们看到纽西兰是比较偏强的因素 而商品货币里面 相信比较需要留意的是加指 近期围绕着加指也比较多一些利淡因素 今星期三加拿大央行夜晚刻 公布最新的仪式结果 市场预期加央行今次 相信很大机会作出今年的第三次减息 再次减息四分之一 而且由今年的10月份起 加拿大将会对中国对华的电动车 和钢材和铝等等的产品 增加额外关税 其中电动车的关税有可能会去到100% 这件事也令到市场担心 来近中加贸易关系有机会恶化 会不利回来近加拿大经济前景 以至加指的走势 而且杜鲁多政府也表明 会审视移民政策 来近可能会减少吸入加拿大的新移民 大家知道新移民除了人口陆动力之外 也有很多可爱资金会流入 减少新移民可能会减少可爱资金流入加拿大 这一点都是利达回家借汇 所以我拿三只收费货币入面 不是最短线来看 可能加指有机会就跑输澳洲资金和铝资金 两只货币 今日跟大家聊到此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